第一回合 對 第一回合 好 第一回合是這個布魯蒂的秘密研究所 出發 大家選擇的都是這個黑騎士 那這邊的記錄保證是FIN的為之2分06秒7 是今天所創下的一個新的記錄 好 我們來開始查詢為 佔據林寶爾為自殺室的蛋蛋優 前面這邊好像有點問題 阿信好像慢了下來然後影響到後面的隊友 對 那蛋蛋優這邊暫時剛剛拿到的D名一下下 還真的是一下下下回到第三名 這邊阿信的心態要趕快回正 不然的話其實隊友也會覺得怪怪的 跑起來怪怪奶流的 好 二之一這邊是補了上來 目前在第一 對 佔據D名的位置 第二名是尤爾的答案 二之一好像也有點猶豫了 他還愛到尤爾 對 猶豫了猶豫了 他那個氮氣開氣的狀態有點猶豫 是 不過好險後面的蛋蛋優好像距離是被拉開了 現在Ash在第三名 對 這邊是後面有點可憐 撞來撞去的 反而是隊伍的Key Player並沒有登場 這場分離並沒有上場 而且分離可能有事情沒有上場 是讓萌萌萌上場了 那萌萌萌是道具賽的一哥 對 道具賽一哥 對 他們的一哥 對 他們的一哥 好 看起來他這邊 尤爾跟二級的距離保持得不錯 一二米拉開了一點距離 對 那這個後面看薩斯可樂 在第三名的位置 我們下雙甩 這邊可樂不放棄 還在追 還在苦苦追趕 現在在第二圈的大概中段而已 對 中段 這邊 內線甩 雙甩的拖 瓜哥跟前面的車距真的有點遠啊 對 有點遙遠 雖然看得到 但是這個看得到好像 對 好像也完全沒有辦法 尤爾跟二級這邊 兩邊開心的在互殺 對 互撞 互相碰一下 互相碰一下 一碰一下 五碰一下 對 不要死太慘都沒問題 喔 萌萌這邊 阿呦呦 阿呦呦 他這個沒下去啦 那個炸彈是空的 對 那個 我跳下去很多次 對 我也跳下去很多次 對 因為那個我都以為是真的 對 每次走捷徑點都會從這邊下去 想說來一下牆壁板台 欸不對 那牆壁是假的 被騙了 好 這邊 勝負是尤爾 這尤爾跟二級在前面互相爭奪 第一名 出現的是尤爾 尤爾順利拿下了第一回合 對 我們可以看一下尤爾 最後有沒有刷新這次的紀錄呢 對 兩分零碼 七一 我們等一下可以來看一下 阿呦呦 二級了 穩穩拿第二名 不過沙斯可樂在第三名的位置 跟隊友在678 有點遙遠 喔 沒有 差一點點 尤爾是跑出2分06秒85 是沒有刷新這次的紀錄 對 但沒關係還是順利的拿下比賽喔 1245 下週的時候大家就會看到 資格賽的一個進行了 好 那我們這邊來進行到的是 第二張地圖 衝突要散 藍方是查群 紅方是黑松殺死 好 這邊阿信是衝了出去第一名 對阿信這邊要趕快調整自己的節奏跟心態 那可以透過現在目前隊友在一個二三四名的狀況下 可以盡量的跑出自己的成績水準來刷新看一下 採源這一張的一個紀錄 一般30秒89 對 那是可以放手跑喔 現在阿信確實是有一定的領先幅度 而且隊友都在後面 cover著她 是很有機會刷新這張紀錄的 那這邊的話 沙子這邊最前面依然是淡淡優 淡淡優 淡淡優 好 目前淡淡優 在後面 對 但看著前面距離好像 對 哎呀這邊 失誤了 對 這邊失誤了一下 然後這邊 失誤 欸 許王跟過去 哎呀 死亡樓梯卡到樓梯 對 死亡樓梯卡到樓梯 好 這邊 阿信二姬這個雙箭頭 非常穩定的跑到一二 對 很穩喔 完全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ASH跟遊爾 雖然ASH也落後前面一段距離 但好像也沒什麼差 而淡淡優 則一直死命的跟著 對 這邊使用了粒子這個角色 很可愛 戴著眼鏡 好 前面距離好像拉不太近 自己又失誤了 對 又來一些失誤 對 剛剛說要前面咬著 後面死亡樓梯就沒有效果 對 那 現在來到了第二圈的 很後半段了喔 準備要進入死亡樓梯的一個地方 但 看起來還是沒有任何機會 對 我們可以看一下 前面的阿信二姬 有沒有刷新這張紀錄 欸 看起來是沒有了 31秒 對 應該是已經31秒了 沒有辦法刷新殘緣的紀錄 但也是順利的拿下了一個 完全勝利喔 1 2 30 那 看起來阿信也並沒有很穩定的 一路跑到終點 而中間應該是有出現一些失誤讓2G 能夠超過去 好 順利的2比0 那我們剛剛提到了這個 3比2 那時候還擊敗了他們 3比2 月勝1分嘛 對 那 在這週我們就看到了 實驗師扳回一城啦 對 實驗師扳回一城 有找出他們一個最佳節奏 那這邊也是多虧小賴這個BUFF 加好加滿 是 三場守衛嗎 這叫跑場加成 對 跑場加成 跑場加成 這個BUFF 那再來來到了第三回合 第三回合 好 三回合 師扳狂飆 那 一開始依然是站在1 2 3 4 對 1 3 4 那這張 這張地圖的話 因為沒有很多的柵欄 那這邊的話就是要靠自己 利用尾流阿 利用自己的 投標路線去追逐前面了 那這邊還有 距離還有個打蛋蛋優 是目前 這個 莎士對目前的一個領跑的一個選手 是 感覺連續幾個回合 現在蛋蛋優都算是 速度方面來講還算是 可以的 對 現在就是 哎呦哎呦 幾道他一直要搶地 因為今天大腿不在 分離不在嘛 那今天就只能看蛋蛋優來表現一下 對 稍微切了一下西瓜 不過速度被緩了下來 對 流汗超了過去 好 看到莎士這邊 里前面的失明成員 還是有一段距離的 那勇爾穩穩的跑來領跑 後面是阿信2GH 依序跑著 對 這邊依序跑著 好 整個前面有一點 出路 對 但不過看起來 離後面流浪漢的距離好像越來越遠 對 因為這邊 代表前面四名的選手的硬實力 就是高於後面的四個選手 是 沒錯 因為不然的話這樣子 不太可能會出現這樣的狀態 就是代表會不要打開 那其實這邊就比較可惜 是莎士這邊的硬體值是還沒有練起來的 對 這邊還在拖 這邊有點慢下來了 對 因為這個後面是沒有後追系統 所以你前面沒有吸到尾流 所以這速度就會一直保持這樣 對 你就只能祈禱對方失誤 對 你就只能祈禱對方失誤 對 但自己也會有失誤 那就會變成說 永遠追不到前面的 對 而且反而我們看到 要聊到他跟可樂這邊隊友的溝通 好 這邊能不能刷新呢 這邊是尾爾 率先抵達終點 好像是01 好像沒有辦法刷新喔 0060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張的選機 來 大家來看一下 非常穩健的1234 是你 套巨賽的一個地圖 上面都是Z啦 對 這個是頭飾 這個是尼歐的那個Z頭飾 好 那這邊藍方依然是查詢 紅方是黑松殺死 好 這邊出發 兩邊領跑的車手 在前面對撞猛猛在第一位 2G在第二位 好 順利的過去了捷徑點 換成了2G在首位 不過距離很接近 這個火箭打出去的時候 是被擋住了 對 那比較大的問題 應該是隊友人呢 對 隊友 隊友還沒有上來 但無所謂 道具賽只要一個 一個人在前面就好了 對 關鍵道具 還是要來得重要一點 這邊 萌萌 有點可惜沒有吃到道具 距離被拉開了 2G這邊雙呼動 哇 這個地方是受到萌萌的攻擊 是完全沒有反應到使用道具的 哇 這大魔王 哇 這大魔王好猛啊 對 2G直接一個傻眼 因為我剛好在甩尾 真的按左還按右啊 對 該怎麼辦呢 不過這一顆 欸 架尾水球放得非常漂亮 我們看2G這邊 通過了這個捷徑點 過得非常順暢 對 還在第二圈 對 還在第二圈 對 還做一個雙 斷位的單噴 雙呼盾 喔 過囉 沒有問題在上面 那我們看到 被擋掉 對 過得很好喔 感覺2G跑這一張 呃 道具的這個 連續的載彎都過得非常順暢 真的 不過2G在這個 不愧是道具賽這個 他們道具賽一哥喔 對 這過得很漂亮 這是路線 那這邊 尤爾是從旁邊通過 在後面頂了一下 不過 單單優也上來囉 這邊 再做一個連續 這當然還是讓二級補上來 因為他有雙呼盾 那這邊 尤爾跟家瑋 是在第二名第三名做一個cover 這過去嗎 哇 沒過去 這角度慢了一拍啊 所以是掉下去了 不過 尤爾還在最前面 但這邊 喔 單單優好像有可能有關鍵喔 有喔 而且單單優扣著磁鐵喔 還有一個磁鐵喔 但他沒有防禦的 啊 沒打起來 啊 飛起來啦 但是 還沒有喔 這局還很近喔 還有機會喔 還有機會喔 對 這個磁鐵下去 單單優這邊 看著阿飛的這個幫幫湯 能不能最後逆轉 這個水艙也發動出去 這個飛磁鐵吸熱上去 都不能逆轉 欸 前面有加速 對 好像拉不進 沒有辦法 對 後面 感覺 這個被緩時間點有點難掌握 對 這邊有點尷尬 有點慢了下來 好像 慢了一點點 對 有點可惜 所以最後還是有 這個 查詢外 旋轉木馬 出發 欸 單單這邊是做了一個部位 想要做什麼事呢 去後面拿厲害的道具 對 後面 我發現他拿一個氮氣跟一個磁鐵 有嗎 有 我開啟我的後追模式 也厲害 整個賽道都是我的加速場 沒錯 好 隨便出發 2G目前還是來到了前面 對 今天2G的狀況比較 比較不穩一點點 好 這邊 喔呦 可樂兇啊 可樂好兇啊 請你喝可樂啊 撞了一下 不是 請你喝莎士啊 對 來 那這邊的話 來到了前面 那後面是2G在第三名的一個位置 那莎士可樂跟萌萌 不過萌萌已經被操了過去 對 萌萌操了過去 然後這邊 沙士這邊 盾盤有沒有 有 防禦住了 有 很好 那來到了 第2G中 這個起來有點久 不過萌萌是過去了 對 萌萌過來了 但後面追的是阿信 阿信跟家衛 這個防得很好 這怎麼防的 他是跟預判得很好欸 他按了水球那瞬間就按了 好誇張喔 有點厲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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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也是對遊戲的理解 摩摩不愧是到道具賽的這個 對 還是剛剛是有寵物幫他擋住 因為我剛剛那個瞬間 有點難判斷 對 不過不管如何 他現在是在第一名的一個位置 第一名 對 瞬間阿 萌萌這個高手高手 來到第三圈 哇 這個過也過得行雲流水喔 哇 這邊萌萌看起來要拿分啦 這裡 對 名次很好 2G給不給活 中頂就在眼前 盾牌開始狂開 來 能不能擋住最後面 再來打可以 對 擋得很漂亮 順利拿 下的是萌萌 那這樣的話 他們幫 這個 沙士這邊 開壺 對 開壺啦 沙士透過道具賽 再拿一分 欸他們在道具賽好像 都很容易拿分 是 對 他們 但也就是要靠道具賽拿分啦 對 對 應該說他對他們來講 他們應該有非常清楚的知道 他們現階段的狀況 必須要仰賴道具賽 今天的最後一回合 對 最後一回合 比賽馬上開始 最後一張是城鎮中樓 那 這是目前最後一張的回合 那一樣喔 剛剛有提醒大家的這個關鍵字喔 如果 記得的話喔 記得再Key個關鍵字喔 對 抽獎關鍵字 我們等一下進入抽獎了 那這邊的話 再開始二區戰績領先 第一位喔 萌萌在 欸 不對 剛剛不是在第二嗎 怎麼跑去第六了 好 那現在 前三名都是查軍會的成員 這邊撞了一下 哎呀 瀏漢卡住了 這邊卡了一下 這邊是讓瀏漢卡的刺 然後這邊 飛彈打了過來 有 擋住 喔 這邊喔 這個就是想走捷徑 不能歪啊 可是想走捷徑 歪了一下 這邊想要做一個阻擋 加偉這邊想做壞事啊 加偉卡得漂亮喔 其實不管講算是有卡到 好 我們看到 油耳 在第一名 看一下道具功能 後面的第三名可樂離很近喔 這邊兩個飛彈 直接兩個飛彈打過去喔 喔 他兩個都擋住 都被擋住 有點可惜 對 結果沒有 怎麼都沒事 對 就沒蛋器了 有點可惜喔 那我們看前面 超過零還有油耳 超過零還有油耳 他敢走路中央 那個路中央超可怕的 對 那邊真的是超級危險 啊 沒有 速度過不去啊 哎呀 這個沒速度要自己繞開啊 不過我們看到這邊萌萌有點卡住了 油耳已經揚長而去了 可以想像可樂這是一個很正直的小男孩 走在正直大道上 對 不走 他今天說我沒有在跟你們走邊邊角角 我就是要走在中央 對 他捷徑速度不夠也走中間 對 不管怎麼樣 他是個正派詩人 他油耳在這邊不斷被攻擊到 但是好像追上來的也 沒問題是隊友是2G 對 2G 2G這邊 啊 神彥 這邊有一個吃點飛上去 然後這邊萌萌好像已經心灰一人 怎麼在替發呢 對 萌萌還是需要這個大隊 對 比賽即將到終點 油耳率先通過 對 那這邊的話已經確定了 可樂在這邊 對 沒有辦法追上對手 對 這邊恭喜油耳 最後的比數是有查詢位 最後是 總分是5比1 贏了這場比賽 對 恭喜他們5比1 那這邊的話 這個也要恭喜這個油耳 在這一個對戰裡面 這個呢 拿了4張守衛啊